大家好,我是Mr. Mun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HKDSC 2018 Mathematics Core People 1, Session A1, Question 2 如果大家是新知的話,請你Postrime 留意畫面的訊息 如果你有舊預改,我們可以下下一頁 好,那就是處理指數問題的第二條 什麼是指數呢?最簡單的 Index Definition 就是說 A的N次就等於N,那麼多隻A相成 簡單來說,2的三次,就是三隻二相成 OK? 好,Index Dole 在我們的課程裡大概有九條 好,那第一下的想法就是 要處理了份母的括號 OK? 那我們就動用了所謂的第四條 其實就會有 x 負二次四隻 和y 三次四隻 OK? 那就是 拆了括號 當然,很多人都直接會 懂得乘進去 例如內外指數就會做相成 負二乘四 三乘四 OK? 正常一出就出到 x 的負八次 和y 的十二次 在下格 即是份母的位置 好,接著之後呢 我想說 原來這樣的狀況呢 負指數在下格 我們會丟上 那負指數在上格 會丟下的 OK? 那我們就丟下了 x 的八次 如果你不明白呢 我們稍後看看 Method 2 可能會明白到 少許 OK? 接著呢 就會做約簡 那你見到我呢 就把第二條 寫了兩個層次 一個呢 就是上格的指數 大個下格指數 另一個呢 就是上格指數 小個下格指數 兩個層次 就會有兩個不同的做法 OK? 那這次呢 我們就很簡單了 由於下格是 多些的y 所以就是12-y 這個呢 純粹是By index law 如果你還是不明白呢 也不要緊 看看Method 2 可能會明白些 OK 那上格 為什麼一加九 就是一隻x 這裡 一隻x乘以八隻x 加起來就是九隻x 好 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其實是很近磅的 第二個方法 來到這裡 我們拆了括弧 那我就這樣想 不如用這個分數 它有特性的 就是 約簡和抗份 那我這次呢 就是做一種 就叫做抗份的方法 為什麼呢 x的負八次乘 x的八次有個好處 就會是 x的零次 OK x的零次會等於1 那就搞定了 好了 但是上格呢 又簡單了 一隻x 八隻x 所以都是九隻x 而且你看到我的y 寫了y的七次 和y的五次 方便我做約簡 因為分數不是抗份 就是約簡 是嗎 所以 如果剛才你對 index law 你不太理解的話 我寧願你用抗份的想法 把x的零次 或者用約簡 的方法 把y的12次 寫成為y的7y 這樣就可以 上下手 也有個y的7次 可以約走 OK 好 那麼 白頭公女說 2017年 即是對手一年 是發生什麼事 大家可以看看 是不是這些東西 到底像不像 就是看官自己的判斷 OK 2017年 當年 也有一個Metford 2 也是玩抗份約簡 又是玩 x的零次 或者a的零次 等於1個問題 OK 你看到 都沒有什麼變的 其實這幾年 好 多謝大家了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可以找我 你覺得我的work 是 helpful 麻煩你幫我分享出去 這支經文是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 教你一點點的知識神 教你生命有緣的 我們在樓下市 大家一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 拜拜